秦老法子开始 如何根除梦多对人疑心重的毛病 这是很重的烦恼 你看疑 在烦恼里头是大烦恼 贪嗔痴慢 后面就是疑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菩萨是修学大乘的 我们念佛是大乘啊 我们对阿弥陀佛不怀疑 我们对无量寿经不怀疑 我们对念佛往生不怀疑 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所作所为都不怀疑 为什么呢 他造的善 他有善苦 他造的窝 他有窝窝 过人自己承受 我对他怀疑没有必要啊 那是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 好比对人怀疑 也不必怀疑 对方对我有顾忌 他要想办法来整我害我 不需要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 害人之心不够有啊 防人之心不够有啊 我这一生叫人把防人之心放下 为什么呢 常常防人自己也很苦啊 你们看看现在这个美国为了防止这个恐怖分子的泄击 他说防人啊 搞得全国人人心不安啊 很苦啊 防人之心都没必要 好好地修养自己的道德 这个重要 真正有道德 有诚信 能化解一切 不吉祥的人与死 能化解 今晨所至 今时未开 我们相信古人这句话